有的人对我好奇的话 他会去网上搜我的资料 他们才会知道我是台湾人 从表面上面 他们看不出来我是台湾人 说话的女生叫吴芳荣 1988年她在台湾彰化出生 4岁时随父母来到河南 在郑州读书至高中 而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 并完成本科研究生学业 我特别深切地感受到 这种环境的变化的影响 因为我是在河南上的高中基础教育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环境会把很多人的那种潜能 会激发出来 毕业后 吴芳荣并没有选择所学的传媒行业 而是前往上海一家台湾食品企业工作 2017年 他从上海回到老家河南 在郑州创办了一家儿童教育培训机构 从学习新闻专业到从事食品行业 再到选择儿童教育 吴芳荣的从业之路也是多次跨界 他表示 每一次都是挑战 主要基于爱好 选择这个儿童教育事业呢 本身是我喜欢小孩 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爸妈妈就是有他自己的这个场地 可以支持我来做这个事业 吴芳荣介绍 台湾幼教起步早 发展比较成熟 他希望借此发掘出 每一位小朋友身上存在的闪光点 不过 想当孩子王并不容易 创业中 观念不同 声援不足等难题接踵而至 前三年 只招到30个学生 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30个小朋友 花很大的精力来去照顾他们 然后给他们制定学习计划 安排上课 但是这样是没有办法支撑我 把这个事业做下去的 经过沟通 调研 吴芳荣逐渐找到不接地气的原因 他调整思路 并找到一名熟悉当地教育行业的合伙人 糟糕的窘况 很快得以改变 我在2021年的时候 因为找到了当地的合伙人 迅速让校区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台湾的教育事业 它的确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把这样子的理念 照搬到现在大陆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面 是很难发展起来 一定是要结合实际的 这个市场情况 才能把这个事情 真正的做下去的 稳定下来后 吴芳荣开始创新教学方式 积极发展校外研学项目 近距离接触非遗传成人 了解中华优秀文化 吴芳荣表示 他特别希望两岸能为更多人才搭进起交流的桥梁 因为台湾人也有很多值得大陆人学习的地方 同样大陆人的一些思维 想法也很值得台湾人学习 我当时想要成立这个幼儿园 这个幼儿培训机构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发现每一个小朋友身上的闪光点 所以我很希望让台湾的小朋友也来大陆感受一下 大陆的小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话可以互相多多交流 他这样的话眼窃才会更加开阔 未来我也有打算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台湾 旅游或者是研学 让大陆的更多小孩来了解台湾的一些特色 从随父母来大陆到工作 创业 本科躺平 继承家中食品企业的吴芳荣 却选择了创业 这些年 郑州等很多大陆城市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移动支付 线上购物等方便快捷 高铁 飞机 四通八达 如今回台湾探亲 相互间的羡慕也发生了改变 我成长的从四岁到现在的就是 三十多岁的这个经历 正好是大陆发展这个阶段 大陆给我的感觉就是 只要你努力 它都是有可能会创造很大的 一个事情 一个事业吧 其实我爸爸妈妈就是我身边 最成功的一个例子 选择这个儿童教育事业呢 很辛苦 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到做 做到现在啊 即使就是没有说特别好吧 但是我就觉得 嗯 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我的台湾亲戚们啊 对 因为他们可以真的看得出来 我们身上的变化 从原本我很羡慕他们 然后到现在慢慢是他们有点在 默默地羡慕我